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体 小艾你会对着 那我们说这个我们是太极拳是以气来运身 对不对 以腰为主 我们以腰动一下是这边动 那上面也会动 这边也会动 下面也会动 腰为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内气要打通这个 打通脊椎 还要打通这个旁边的经络 要打通的话 这都是有障碍的 越上来什么 打通越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站的时候是个骨块 是一块块往下压的 所以你那个气 在这个骨头缝里面的经络 从这边 要把这边再打通 再把这边打通 越上来越困难 因为它 它会压下去 那你要去 要那个内气去挣扎 所以它就要有些间 节节要往上来 要打通 要上来 但是假如说 我们说通了五成 当你要发静的时候 小月 你做一个按 父子也同时踏出去做一个按 同时做一个按 脚跟手是同时的 但是里面的静通路 譬如说通了五成 如果你全通了 当然是很好 假如说你通了五成 我们讲静 去一下静 小方 其实是同时到的 说这个能量是同时到的 但是障碍能通多少 不小 假如说你有五成的静 去静出来 方 静就是这么大 但是里面 功力越高的就是通 六成 七成 八成 九成 所以你退休的长 就是你八成 就说你通路有八成 但是那个流通的东西 八成的静 或五成的静 都是同时到 把我接 错下去变按 那你接 是不是同时到 因为你脚啊 身啊 但是一般我们就说 腰为主 那个是意 八的时候也是那个意 只是静的通路呢 受主爱 你通的越好 坐得越快 坐下去 腰 然后腰出来 哎 大概会大一点 那我们念拳的时候 这个后面的通路啊 越往上面 难度越大 比如说你要五成静到六成呢 越上面难度越大 其实它通都是同时的 都到六成的 比如说这个 这边 难关 还有这个 难关 还有上面的难关 而五成 通通通通通到五成五 那你将来的八静呢 都是同时到 因为静只有五成五的静 以后你将来通路越大 假设通路越大 其实都是静 因为它是波状的能量 它是同时到 但是呢 你的困难程度呢 却是一节一节 节节越困难 这阵子有这样讲嘛 它说 下来 下去容易 小月下去容易 容易 但是你要上来呢 这边很多阻碍喔 一旦如果你百分之百全通了 所以它讲松 为什么 要一直松一直松呢 因为往上 尤其到修理眼睛的时候 要生智慧 那个难度比较高 我再讲一遍 你的意 是由腰没有错 但是你腰 弹一下 其实全身的静同时到 有到手 有到头 有到脚 对不对 但是你说你要通 通那些三观 越上面越困难 以后你越练越好 你的沉存度就高了 就是这样 但都是由腰主感 腰对不对 静同时到 就这样 谢谢